新北市服务员大人口多 确诊的人数也是节节升高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疫情 侯友宜强调中央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了解人民的痛苦所在 光是增加筛检站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各地筛检站大排长龙 快筛羊还要来PCR裁剪 医护人员忙翻天 民众的无奈跟痛苦 中央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看到的 人民很多的声音 事迹没有那么方便的买 做PCR大排长龙 在痛苦之际 还要忍受排队 更何况PCR所做出来 跟快筛羊 几乎等同一样 已经达到97% 尤其整个中央的系统 又卡卡的 没有办法顺利上传 光这样一个时间点 政策的时间点 就会拖过两天到三天 让医生的准担 及早治疗 及早有需要给药 就会让民众坎坷不摊 侯友宜呼吁 现行做法应该要快速调整 提出区隔药转型 七天自主健康防疫的解法 强调光增加筛检站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新北市乘以最多的筛检站 36个地方 中央希望能够再增加 好 我们再增加两站 新北市筛检出来 有76万人次的筛检量 这么大的筛检量 总是有一定的极限 再加上 我们新北市的 医视同仁 医疗量 就是这么多 我们一定要摆在中重症 高风险的族群上面 守住中重症 守住降低死亡率 这是我们要对的 所以前面的 前面的筛检量能 透过PCR 徒增人民排队的痛苦 延返抢救人民健康 生命的第一个时间 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以把它省下来的 医视人员的力量 可以回头过来 守中重症 苦口婆心向中央喊话 用快筛羊等同确诊 来守住中重症量能 侯友宜沉痛呼吁 有权力的人 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我们第一线每天听到的 每天看到的 就是人民不断的埋怨痛苦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 及格转型 快速的改成被动式的管理 变成自我防疫 不必要在家里 不要出马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变成七天的自我防疫 这个政策要赶快做 不要再分三季两季 一次做到位 因为人民已经 等了我讲过三个礼拜了 筋诊 接下来我们的快筛羊等同确诊 也讲了半个月了 不要分对象 三月做得通 六十五岁让做得通 也没有所谓的伪扬性 人权问题 较紧着 不要让人民 身体没爽快 看得出来 心理已经受到伤害 生理又接受折磨的挑战 又让它去摆堆 已经达到97%的 总阳性预测率 把这个省下来 然后把法材系统改变 让医疗 准断及早进到 快筛羊这个体系 有需要就给药 所以这才是解决问题 政策一改变 人民的痛苦 来源的声音就会降下来 重要记得 有钱力的人 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记者陈明辉 新本市采访报导